上一集我们就用快问快答的方法 去解答了一些关于冷气的问题 今次我们就深入一点 会讲一讲大家常遇到的冷气使用问题 甚至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保养维修 DIY 大家如果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意见 欢迎留言给我们 同时是欢迎大家多多支持订阅我们的频道 首先我们讲讲冷气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这个世界上只有热能而已 没有冷能的 制热就很简单 虽然能量变成热就可以了 但制冷你没办法制造一些冷气出来的 我们所谓的制冷其实是将热搬走 是一个热气泡 因为冷本身不是一个能量 我们只会制冷就是搬走一些热气泡 这是一个基本概念 第二就是我们有一些物质很容易揮发的 例如酒精 大家最近常常噴酒精在手上 你噴完酒精在手上 你会看到酒精一会儿走了 同时你会觉得凉 就是酒精它由液体 揮发成了气体的过程里面 他需要侧边拿一些热量去帮他手 工程师科学家就不断去找世常用品物质 是最容易这样做的 他就找到的 最早期找到阿摩尼亚 后来就找到所谓氏 是很容易揮发的 我们将那些物质困在密封的循环管道里面 一边冷一边就一定热的了 我们将冷那边就放在车里面 我们就叫做冻开 热那边就放在车头那里吹凉它 那个就是热开 怎样才会令到那些冻开热开的工作呢 雪种在管道里面 它不会就这样产生功效的 我们就需要给它一些能量去 制冷就是由液体变造气体的过程里面 吸走那些热就是制冷 首先那些液体是怎样来的呢 我们就要将那些气体加压 变成液体 这里就会釋出那些热能 然后一方式吹走它 那些热能就可以了 然后这就是液态的雪种 当它进入冻开的时候 它就会揮发 情况就好像手里面那些酒精一路走 你手会觉得冻 所以这里你就会觉得冻 整个过程就是用泵 去提供能量 是将那些气体压成液体 那些热能在这里走 然后液体去到冻开里 气化吸收了这里的热能 所以这是一个热能力 比如在汽车上的 它的用法 就会因应汽车的试用情况 它会有些不同 首先汽车是周围都有热闻进来 所以它的功率要很大 第二就是汽车 它的引擎是时快时慢 它不跟我们家的雪櫃冷气 一开了摩打就这么快 所以它有很多保护装置 令到泵就不要太快死了 所以我们一个汽车的冷气系统 就是这样的 我们有压缩泵 压缩是由引擎带动的 给它动力 去到冷凝性的液体之后 我们用一个瓶装着它 令到这些液体的雪种的体积多些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如果我这里不是那么多 一旦没有了我又开 足够力我又开山开山 就很烦的 有了这些东西之后 就可以令到泵的开关次数减少 我一泵泵就够了 这样就有时间使用了 用到真的不够我才会穿回它 所以我们有一个瓶 还有我们有一些压力感应制在这里 怕它踩油踩得大的话 我的转数可能是1000变成5000 那这个压力一下子太高 那就不行的 所以我们有压力感应泵在这里 足够压力我们就把它关掉 有个膨胀佛 膨胀佛它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它提供一个小孔 给一些高压的液体的雪种 后面是一个很大的空间 它就会很想它气化 当然它很想气化 都需要用热能去令它气化 真正要气化 就去到洞窄里吸热才会气化 同时它有功能 就是我气化完那些 那些雪种 我都会转到膨胀佛 它就会通过温度的热脏冷缩的感应器 如果我出来的雪种 已经是很冷了 即是说我在这里够冷了 那我就会关起小个孔 如果我出来的雪种还是很热 即是说我还未够凉 所以那些热脏冷缩 就会令到孔再大些 空气来到这里之后 又冷又干 因为水经过冬开之后走了 然后我们用一个热水开 就将它升回温度 那这些热水开的热水哪里来的呢 就是引擎 引擎有一个很大的冷却系统 里面有很多水 拿一点热水进来都够用了 你会按照你的需要 去调节这个活门 去混几多热风 去达到一个舒适的状态 那这个就是整个 汽车冷气系统的运作原理 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开冷气完全没有反应 完全一点都不动 有几个可能性 第一就是你那个泵今天不走 可能是皮带断了 也有可能就是 你那个高压感应器 给了一个错的信号 叫它经常都不要走 那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 因为管道里面 整个系统里面有些位置穿了 是所有雪种都漏了 那就一点都不动了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 行车走远了都可以的 但是谁知道 停在这里等着人 就不动了 这个情况就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就是 你泵的效能下降 产生的压力不够 你一定要它走得很快 才产生足够的压力 第二个可能性 是雪种不多 但它没有漏了 有部分在那里 亦都会产生一个这样 停车不够冷的情况 还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说 我是冷的 不过就是 我四个出风口里面 其中有两个冷 这两个又不冷 这种情况 就常常都发生的 通常就是 不够雪种 我们在上一集都说过 冷气 如果不停出白烟 就即是你 太冷了 为什么会太冷 如果太冷 通常就是膨胀罰 它黏住了 它黏住了 开那边 不是黏住关那边 不断地有很多雪种 走到冬开 这就会令到冷气太冷 那便会出白烟 90年代之前的车 要拆个冬开出来 是很简单的 但是 现在的车 你要拆个冬开出来 是基本上 整个标板拆掉 才拆得到的 真是很肉赤的 原因就是 因为我们后来的冷气系统 都加了一个 液体在这里 就是说 由风扇吹内冬开 之前有一个液体 整个设计原意就是 有了液体 你的液体 就要保持干净 保持干净 就不会发霉 不会发霉 就不用洗 不用洗就不会坏 所以 我们 一定要 经常更换 这个液体 我自己的习惯 就是 除了汽车原装液体 之外 我还会在液体上 就会加一块 家庭冷气机 用的 PM2.5的液体 就把所有的微层 全部吸到干净 那你那个 冬开 就干净 第二 就是 我们前面的 热盖 冷凝器 这个 我们在车头里面 撞一些生风 也有一把风扇吹着 这个就是 我们将一些热力 释出的地方 你每次洗车的时候 你都 用烈水猫 或者一段时间之后 你用一些 铝片清洁 洗一洗它 它干净 散热好 亦都可以 令到你的泵 是工作得好些 你的冷气有異味 即是代表 你的冬开 是一种发霧 首先 你可以试一下 一些简单的方法 就是试一下用高温 看可不可以抑制到细菌 它着个车 等水温 升到正常的时候 内循环 开了个冷气 但不要着个冷气泵 将风 架到最小 将温度 拧到最高 关门 煮它15分钟左右 然后打开枪 将风开到最大 然后看看味道 还在不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我们就要想一下 要洗冬开 记住 冬开 味道坏 那一刻 我们都不应该拆冬开 出来洗 因为拆风险很高 可不可以自己洗 如果你可以很容易地 拔得走 激菌 你可以自己洗 但如果你的车 拔过激菌 也是很难的 需要找人帮忙的 我建议你 就拿去给人洗 但条件也是一样 无论 人家怎样碎你也好 你都不要拆冬开 冬开出来洗 能够拆到激菌 之后 我们应该是 看到一把风扇 然后我们就着一格时 不要着车 把风扇开最低的触度 内循环 把温度调到最低 然后我们就把清洁剂 噴到白风扇那里 大约是20秒左右 噴完之后 等10分钟 我们就安装AIR FILTER 然后摊着车 开冷气 把温度调到最冷 用风速调到最大 然后做10分钟左右 那你去看看车底 看到有水滴出来 这样就完成了 这个时候你会发觉 冷气的异味 基本上已经清除了 如果你发觉仍然有点 你可以按照刚才的步骤 然后重新再做多一次 这样就可以彻底清除所有的意味 那不够雪种呢 如果要自己加 我们需要什么器材呢 第一就是需要一条雪种喉 雪种喉 尽量是买这种有标的 标可以让你看到 你的雪种压力是何时足够 你可以停 不要冲过楼 第二就是 你要根据自己车上高的资料 去买适当的雪种 冷气系统那里 是有高压喉和低压喉 两组的 但是大家不需要担心 高压喉那里 把雪种喉扭进去 雪种喉 然后把雪种喉摺到低压 你摺好低压喉之后 留意这个时候 那条喉里面 除了有雪种之外 还有空气 我们不希望 那些空气走到我们的系统里面 那我们要放走它 我们就轻轻 拧松这里的摺头 当你听到有点声 你就可以扭住它 我们刚刚摺好低压喉 你看到那个标的压力 是去到红色那么高 但是你不用担心的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未着车 冷气泵是未开始工作 所以这个压力是不能作准的 我们摺住了车 那个指针应该在蓝色的区域 那里 入雪种的步骤 就是首先 将这个蝴蝶螺丝 就向下扭 扭到尽 它就会 刺穿了这个罐的染 然后我们就 向后摺 雪种就开始走进去系统那里 我们感觉到 手都是冻冻的 而且标核会上来 我们去到50度 压力就够了 我们就可以关上系统了 留意一点 就是我们加雪种 不能把压力加得太高 在着车车和冷气泵的情况之下 是不应该被它超过蓝色的区域 否则 雪种压力过高 是会对泵造成损害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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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